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 Andy老影片制作室我是Andy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介绍两款不同的模型可是都是同一个角色一款呢就是这个Ultra Art Zofi特别系列 这是Mebius特别系列的里面的造型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另外一款呢就是SF一个Zofi这个SF一个呢他所制造的那个角色的造型呢是Zofi最早以前的造型 然后新的呢可能也比较好看的好看了很多然后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就是肩膀的部分呢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子那么多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介绍Ultra Art Zofi他里面到底有送些什么配件呢好这里就是他的配件 那他的配件我一一跟大家解释啊好然后这些呢就是那个Ultra Art Zofi Special Edition里面的一些配件然后嗯它里面还有配一个脚夹来然后那个脚夹呢已经我已经拆出来用了 然后就是这个手掌 它里面总共有三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战斗机 还有这个就是一个发射器 它能够安装在脚夹上面的 然后还有这里 好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洞能够按在脚夹上面 然后就能呈现一个那个场景的画面 就是发射那个激光的 好它的配件呢 基本就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这个红红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假索替换了在背后的一个配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安装在它背后的一个配件 我已经把那个脚夹的那个安装上去了 然后拆下来 然后它可以换 换这个上去 然后这个换上去之后呢 就是就看不到有任何的东西 就是直线的 上面这个呢 是安装它的披风的 嗯 可是因为啊 我本身没有买那个配件了 所以我就我没有买那个披风的配件 所以就这个就不打开了 要是 大家有买那个配件的 都知道怎么样去装那个披风 好那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介绍那个shf里面到底有送了些什么样的配件呢 我就是这里面的配件呢 嗯 其实也不算是多 然后 然后就是一对拳头 他有送一对拳头 弄一个微张的手掌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啊 发射激光的那个手掌 我已经把它按上去了 总共就送了三对 呃 手势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他拿来 拿这个东西的 拿这个东西的 这个是环境 这个就是 他拿这个东西的啊 意思呢 其实是还原啊 以前奥特曼 其中一幕的场景 所以大家要是喜欢的话呢 也能够装上去 嗯 就有买另外一个奥特曼的话 大家可以啊 啊体体验出来 那个场景的效果 然后呢 还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他的脸 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呢 就是啊 他所要表现的东西呢 就是啊 这个是有灯的 就是着着灯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啊 战败以后 他的眼睛 那个灯熄掉了 所以这个做的还蛮有诚意的 然后啊 手工 精致 全部东西都做的挺好的 然后敷衍的部分呢 里面的细节 全都做的非常的不错 要是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自己稍微改装一下 啊 放个灯呢 还是什么的 这个就是他的啊 发射那个奥特曼M78光线的那个效果 是一个能源发射能源的那个效果 好 现在我先来为大家 嗯 介绍一下这个 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 额 他的关节的移动 其实我本人呢非常的喜欢那个Zoffy 所以呢 嗯 他的两个款式我都买了 然后原本想要再购入一个 不是特别版的那个造型 就是因为 我所在的地方呢 会比较难买到 一些 日本的模型 嗯 好 现在我跟大家解释 让你介绍一下他的那个关节的移动性 嗯 他这款outra art的关节呢 其实因为他们的技术也做的比较好了 这个也比较新款的一点 然后他的那个手呢 他这边跟这边是分开的 所以他能够做的那个动作呢 也比较多 手呢是能360度转动的 然后 然后这边呢他能够走前后前后转 就是你要要是发射光线呢还是什么的话 他的这个 这个角度也能熬得非常的 就是接近90度了 这已经是90度了 接近90度了 然后 手掌呢还有一个 呃 关节 所以上下左右能转 然后脚的部分呢 就是最高能提到这里 然后 膝盖的部分也是能够弯到一个90度的那个角度 然后 嗯 脚板呢 也是有一个关节 所以 大家能够站的 他能够体现出很多那个摆设的东西 然后这个呢 就是他的前脚板也是能够动的 然后头呢 嗯 左右移动是没问题的 可是就不能360度移动 因为后面呢 他还有一个东西 顶着 然后 能够台上 能够 低头 然后腰的部分呢 也是非常的灵活啊 向前向后 然后 上半身也是能单独移动跟旋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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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款呢 整体来说呢 整体来说呢 就是啊 他的 造型呢 就也比较新 然后他的做的造型呢 也比较好看 嗯 就比较接近 嗯 就比较接近 最新一版的 就是造型 所以 然后 东西全都 非常的OK 就是我本身也非常的喜欢这一款 然后 接下来呢 我就要介绍一下那个 SHF的 啊 ZOPHY可动性啊 好 这款就是 SHF ZOPHY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造型 他造型是属于比较 旧版的 那可以看一下 就新版的呢 他的那个肩膀的部分呢 就做的比较稍微 嗯 高一点 然后啊 旧版的呢 就是沿着手臂走的 就是完全没有翘起来的 然后他的可动性呢 头 左右 没问题 前 然后提高 然后他这个的 那个头抬高的部分呢 他就能够抬得很高 因为他这边是做了一个两段式的 那个 可以给给给你移动的 给那个头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里能移动了之后呢 就是这里能移动了之后呢 他的颈向 脖子这个部分 你还是能够再提高的 然后当你把头按上去之后呢 他是连 就是他做到的感觉是可以连在一起走的 所以这边呢 嗯 SHF做的会比较细心一点 然后 手的部分呢 他手最多能开到这边 嗯 就不像那个Ultra Art这样 嗯 开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 嗯 到了 关节的部分呢 就是 他也能稍微有一点转动 这边 这边 稍微能转一点 可是不能太多 因为他左右都有顶到 所以 嗯 要摆这个姿势的话呢 就是他 嗯 发射M78光线的时候 的那个姿势 他还是能摆的 可是 要是 要再 嗯 多一点的旋动的话呢 他就有一点阻碍了 嗯 嗯 这样子的姿势也是能摆出来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脚的部分 他脚呢 就是啊 hf 常有的就是啊 双关节 脚的这个部分呢 就做的会比 Ultra Art的 稍微还要好一些 因为 他这里是能单独转的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啊 啊 他的把玩性能呢 也会 大幅的提高很多 因为不像是Ultra Art 这样子就是靠两个很幼很幼的那个关节在支撑 跟着 然后这个呢 他们啊 s chef做的呢 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脚的部分呢 也是能抬的蛮高 也是能抬的很厚的 然后后面呢 就顶着了 前面 排腿七腿的那个 姿势呢 全都是能能做出来的 然后腰的部分呢 左右 左倾斜 右倾斜 然后 呃上半身呢 也是能够单独的移动哦 然后这款呢 它整体来说呢 是我 我本身也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啊 shf 嗯 所推出的东西呢 其实是已经越来越好了 嗯 关节的方面呢 全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就是因为它是比较旧款的那个呃 形式 它的旧款的那个造型啊 所以呢 啊 可能大家看起来会 稍微觉得它不太好看 可是啊 我自己本身呢 觉得 嗯 这个就是一个经典 就是啊 zofi的一个经典 小时候看的zofi呢 就是这样的样子 那非常的不错 自己本身呢 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好 今天呢 那个ultraart 跟那个shf的介绍呢 就说到这里了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见 拜拜